我们跟各位再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是比较显而易懂的 第一个就是档案柜 因为其实当然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档案柜的话 会占掉那100内容的空间 但是呢有些时候就是你觉得 哎呦常用的我可能就是利用这个方式来做 可能会比较快一点点 那怎么办呢 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就新增一个 那这个呢我就是常用档案柜 可是这个当然不是网页是档案柜 好那你透过这个方式呢 我们把它介绍一下 这样好像就好了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从这些新增档案是可以 不过我们建议大家就是 因为以后你的档案有可能会比较多 所以最好能够用个资料夹 稍微整理一下 那看起来好像没有资料夹对不对 有 你自己看你这 我觉得它位置比较不明显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就直接上转 但是放在这里 所以你把它点一下 好比如说这个G 像老师可能都会有所谓的那个 学习单马对不对 好之类的 我把它放这边 有没有多一个人 好那你可以再增加 这样两个 那么你在增加档案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从这边 那这个都一样了 不管你是图片还是档案 都是一样的方式 那 好档案就没上转 好那么你要移到哪里 捡一下你就告诉他我要放在哪里 是不是就放进来了 好所以利用这个方式 你这样会用资料夹对来整理 不然以后档案已经会越来越多 肯定不会是这么少 虽然会占空间 但是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早上也有跟各位提过了 除了这个地方以外 您如果想要看看整个页面的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 那个叫做 整个页面 网站里面的那个附件的大小 好附件的内容 就是要从这里面来看 好你这样来看 是不是就比较清楚 对不对 就比较清楚 我所有东西都在哪 都在哪 因为你不见得所有的附件 都有放在那个 刚刚那个档案柜里面 也许你在文章里面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你就是要透过这个地方来看 好那这个呢 是我们第一个 所谓的这个叫做 我把它一面加进来 就是所谓的 档案的类型 那么另外那个 其实比较少了 来我把它浏览浏览 这里 编辑一下 我把它新增页面 好现在我把 我刚刚说了一个 好那可能是这一种 好确定 如果老师不希望有这个网站地图的话 你可以勾掉 你看一下 内定它是有网站地图 就是在下面这里 有没有一个叫做 学座平台地图 你点一下它会出现 类似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对不对 你如果不希望它出现这个 你就把它关掉 就不要显示就好了 好这样也是可以 好也是可以 好那 这个我们刚刚这个 常常把它下载 我已经把它抓进来了 好确定有在这边 好也在这边了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叫做 清单单轮 不过这个用到机会 好像比较少 我不知道老师用到机会多还少 就是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是像这样 它会有一个比较调劣势的 好调劣势的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来我们来建一个 建一个新的 清单 那么清单的内容 比如说这个像派单事项 好你看有几个 有没有 好你可以像这样子 比如说你的动作 比如说你要追踪会议的 好我用这个版本 它还是提供你那些版本给你看 好那你就可以新增项目 拥有者 好 说明 解析 啊是不是完全 这边就是多一个 有没有 它就像这样一个list 那如果你今天已经完成了 那么这边可以去点到它 去修改 它已经完成 然后就会 有没有 像这样 比如说你有些时候 我要做一些进驻的控管 可以一个不错的方式 那大致上是像这样子而已 它我平常用到机会是蛮少的 可能我都是用其他的网页啦 之类的比较多 好那这个部分呢 就给老师稍微简单的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也没有问题 未经许的 我们先讲一下 我们先讲一下 感谢观看